话说在天聪四年 也就是公元的1630年 黄太极有个大手笔 什么大手笔呢 打掉了后金国的第三号人物 阿尔贝勒阿明 我们都知道 当年诺尔哈赤就打掉了阿明的老爹 舒尔哈奇 现在诺尔哈赤的儿子又开始 对舒尔哈奇的儿子动手了 子称赴业也就这么回事了 那就说了 这阿明他犯了什么错误呢 说实话 这阿明犯的错误 也让人有点不太理解 他的第一个错误 是在征讨朝鲜的时候 纵容部下大肆抢掠 而且把抢掠的东西都给运回来了 听到这小朋友就纳闷了 你打仗为了什么许的 不就是为了得点财物吗 你黄太极自己也是个抢劫高手 怎么这时候 你就不理解阿明了呢 而且人家也没贪污啊 东西不都运回来了吗 联想一下黄太极 曾经提出的人证 我们就明白了 阿明同志啊 破坏了黄太极光辉伟大的形象 当然应该被整啊 阿明犯的第一个错误 第二个错误是什么呢 那就更让人不理解了 三个字 打不赢 怎么回事呢 天宗四年五月份 公元的1630年 黄太极攻陷了北方四城 永平 鸾州 千安尊化 黄太极让阿尔贝勒 俄敏和贝勒朔托 带着这个5000多人的镇守 俄敏自己镇守永平 总共才5000人 又拨了一些 让其他人这个带着分手三成 你说他手里能剩几个人吗 当时明朝派遣 孙承宗这个老资格的领导 收复北方四城 孙承宗啊 确实很厉害 第一天就把鸾州给收复了 第二天又被千安打下来了 这形势 俄敏一看 这不得对劲呢 又不好意思就这么跑咯 黄太极本来就瞧自己不顺眼 再给他逮住错 那还了得 事实上阿敏猜的没错 黄太极就是想整他 阿敏硬着头皮 跟孙承宗打了一仗 结果5000人 死的就剩下千百个人 阿敏自己也挂了词了 这才心安理得 行了 仗我打了 你看我跑了行了吧 就这么着 北方四城在阿敏手里边 全部都丢了 整个时间一共用了五天 听到阿敏逃跑的消息 黄太极当然就非常气愤啊 非常震惊啊 非常失望啊 表演完了这套复杂的情绪之后 黄太极平静下来了 开始着手郑阿敏 在这次事件当中啊 阿敏又犯了一个 黄太极非常忌讳的错误 就是他逃跑的时候 杀掉了大量归顺的汉民 黄太极就问他 说我说人正 你是不是给我当耳边疯了 阿敏没话说 这黄太极又说 说北方四城 你丢的那个速度啊 那都能进吉尼斯记录了 想必你很自豪吧 阿敏还是不说话 黄太极最后说 我告诉你啊 沉默就代表默认了啊 那怎么整额民的呢 黄太极分了五步走 步步为营 每一步都走得非常的扎实 只在让额民心服口服 哑口无言 第一步 没收赃物 黄太极说了 以前呢 我体谅额民打仗辛苦 有三次呢 让他把战利品呢 就直接带回家去了 现在呢 这个他居然啊 抛弃我打下来的城池 是把杀害归顺我的老百姓 还把城里的财物都据为己有了 这种行为简直天理难容啊 是吧 现在我必须没收他的赃物 全部充公 大伙都知道 贪污受贿是不对的 那黄太极这个做法 能让大伙是心服口服啊 没人能说出什么来 那第一步 第二步呢 不让额民入城 听后惩罚 他这个额民就郁闷了 作为后金国第三号领导人 享受这种闭门耕待遇 应该说是他始料未及的 更可气的是呢 黄太极允许他的士兵入城 就是不准额民进来 你换成谁估计都得气得鼓包的 对不对 那第二步 第三步呢 审讯 有问题的人一个个审 谁也甭想逃脱责任 而且黄太极亲自到法院旁听见 审讯的问题围绕着 为什么弃城而逃 为什么贪财怕死 为什么不跟敌人拼个你死我活 为什么把归顺的老百姓 大批的屠杀 额民估计自己啊 都没法回答的让黄太极满意 干脆就全部都认了 哎 我不回答了 我何必想那么费劲的事 你也不满意反正能找出茬来 我死了死了吧 第四步 关押 当然了 口才了得的黄太极少不了 要对大伙训一段话嘛 黄太极来到监狱里边 瞅着这些曾经跟自己出生入死的将士 潸然了一下呀 啊 才几个月的时间呢 难道明君突然就神灵附体了吗 哪里有什么神仙魔鬼呀 都是你们没斗志啊 那些汉人打起仗来什么德行 咱没见过吗 黄太极动情的演讲结束之后 监狱里边哭成一片了 大伙都泪流满面啊 或黄太极自己梗啊 最后黄太极微笑的离开了监狱 第四步干完 第五步真别好坏 那问题大的就处理 问题小的嘛 这是可以留用 表面的规则是作战勇敢的可以留用 贪财胆小的继续关押 真实的规则就是 阿敏死党必须都得打掉 不是死党的全可以出狱 这五个步骤走完之后 黄太极才真正开始头对付阿敏 正像阿敏的名字一样 阿敏的问题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 黄太极召集了所有的贝勒大臣 讨论他的问题 让他们放心的揭发和控诉 这贝勒和大臣们也不负所望啊 经过详细的材料分析 整理出了阿敏十六大罪状 这些个罪状经过专家组的讨论过 条理清晰是逻辑严谨 有根有据 阿敏就长了翅膀 都也脱不了身了 总的来说吧 阿敏的罪行就一点啊 对黄太极有意见 有非分之想 当然了 黄太极是个人君呢 没有处死阿敏 只是把他幽禁起来了 打掉阿敏集团是黄太极 树立个人权威的一个开始 独裁是不可能一天做到的 黄太极能够做到 有步骤 有程序 有条理的掌握独裁权力 这已经说明 他是一个高明的政治家 甚至可以说得上 英明二字了 话说对孙承宗啊 收复了北方四城之后呢 亲自巡官 经过实地考察之后啊 他建议重真 现在最要紧的就是 修复大小灵河两座城池 这两座城池啊 就像两把锁链一样 可以和山海关 连成一条房屋链 重真下旨 表示同意 让孙承宗啊 先修大灵河 这大灵河呀 是位于锦州以东三十里 这是锦州的一个前哨 由于这座城池的关键地位 孙承宗呢 就让祖大寿啊 负责这项工程 黄太极的侦察行动呢 做得非常不错 明军的修处大灵河的事情 很快就传到黄太极的耳朵里了 明朝总兵祖大寿 和何可刚等人 率领关外士兵 和一些民副修处大灵河 准备抢在八旗郡 卫道时竣工 得到这个情报啊 黄太极发出了一声冷笑 心想你想抢在我来之前竣工 行 那我就给你个惊喜 祖大寿率领的是 明朝最精锐的士兵 只要把这支军队消灭了 等于就是卸下了 崇祯的一条绑子 那战争之前呢 黄太极这个政治工作 做得非常不错的人啊 找例是要演讲 搞个动员 还能发言了 说动员了 这个从古至今呢 打仗这玩意儿呢 向来都是有道者能打赢 无道者就得失败 这是屡试不爽的天道啊 所以呢 我们打仗 绝对不可以仗着武力 肆意滥伤 这样只会导致失败 用兵子道 最关键的就是 顺应天理 行仁义之时 天道这个东西呢 是循环的 皇帝轮流坐 但是老百姓 他害是老百姓 现在天意占我们的杆里 明朝那个老百姓 迟早呢 也是咱的老百姓 所以希望你们呢 能散待老百姓 严格遵守军纪 天聪五年7月27 公元的1631年 黄太极祭拜太庙之后 即刻率领大军出发 渡过辽和以后啊 黄太极又不厌其烦的 开始了一次演讲 这次演讲的内容更长 还是老店重谈 什么老天爷 站我们这边啦 什么军纪大伙 一定要遵守啦 什么只要有信心 就一定能打赢啊 什么将军和士兵 大家要互相爱惜啊 虽然这些东西 讲来讲去 磨磨唧唧有点烦人啊 但是咱们说实在 这玩意确实有效果 这就是宣传的力量 也是广告的威力 到了八月初一 蒙古的一些部落前来和黄太极会试来了 黄太极给他们接风洗尘之后啊 再次把自己的军纪 跟蒙古人重申了一遍 黄太极军底大灵河的时候啊 城墙已经修完了 制叠呢 也已经完成一半了 在城下呢 俘获了一个人 得知呢 修城工作都已经进行半多月了 城内大概一万五千兵马左右 当天晚上开会的时候呢 大伙都主张直接攻城 黄太极经过认真思考之后认为啊 以前攻城吃了许多闷亏啊 与其攻城不如围城 等到城内粮食断绝之后呢 自然就不战而生 黄太极也是个鬼点子特别多的人 他围城啊 还围出特色来了 用一个月时间 让人在城池周围挖出一圆圈来 投降吗 不投降 不投降行 不投降我就困死你 祖大兽一看这情况 哎乐了 行 有种你困死我啊 我城内粮草充足 可以撑两年 黄太极听了笑眯眯的行 你能撑两年 我就困你三年 哎 要是真有两年粮食的话 祖大兽啊 也懒得跟黄太极喊话了 现在祖大兽唯一指望的 就是朝廷的援军呢 他已经让人给崇祯皇帝 发了急报了 孙承宗接到消息之后呢 就派吴三桂他爹吴湘 领一万人马去救援 据说呢 这三桂兄弟也在里边 啊 你来救援很好啊 攻城我不行的 野战我还是挺厉害的嘛 黄太极来了一招围点打员呢 明军来多少都在外边阻击 哎这招还真管用啊 吴湘硬生生被黄太极给干回去了 回去之后呢 孙承宗一看着不行啊 赚紧时间继续救人呢 赶紧捞啊 又播出了一只更大的人马 总计四万人 由张春率领 这个张春呢 是个聪明人 赶到大灵河附近的时候呢 不但不进攻 还摆出了防守的架势 等黄太极来打 这张春呢 算是有自知之明的人 他知道如果跟黄太极的军队 在野外啊 拿刀对砍 那是相当不划算的一笔生意 张春建立营寨之后啊 架起了一排排大炮 就等着黄太极来打来了 黄太极也没让他失望啊 派出最精锐的骑兵 左右两路同时攻击 攻击张春的良意 事实证明 大炮这个威力在当时 那是无可逼拟的 咚咚咚 几轮轰下来之后 后金部队是损失惨重的 就在张春为胜利而欢庆的时候 黄太极也拿出了他的撒手锏 大炮 不是 后金的部队 什么时候有大炮的呀 当后金的部队 朝张春开炮的时候 张春产生错觉了 以为是自己这边的人 不小心搞出了乌龙来了 当对面的炮弹 踢踏的飞过来的时候 张春才明白 第一人也有大炮了呀 其实黄太极很早啊 就对大炮感兴趣 早就委派一些人 专门研究这高新式的武器 造出了三十门大炮 拿出来试用 感觉还不错 这件事情呢 就震惊了张春了 眼看着战事发生了变化了 他决定亲自上阵独战 希望能稳住军心 跟张春一起来的 还有吴三桂的老爸吴湘 这个吴湘啊 是一个猛将 而且又是本地人 对地形相当的熟悉 对敌人也相当的熟悉 原以为带着他吧 就可以如虎添翼了 是吧 可是没想到呢 这人添的不是翅膀 这天来的是个风筝 看到事情不对劲 吴湘就跟着断线的风筝似的 挣脱了张春 自己呼啦吵跑了 你说吴三桂有这样的老爹 也怪不得后来 做起汉奸了 游人犹豫啊 紧急的时候 如果有一队人马逃跑 那是非常危险的信号 果不其然 吴湘撒鸭子跑了之后 这就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 大伙就开始失败大逃亡啊 有跑的我不跑 我等到最后让人砍死嘛 哗一下就都跑了 那黄太极呢 铁骑冲上去是左砍右切 四万大军就这么着 让人给孤独了 祖大叔在城楼上 瞧着这一切几乎要绝望了 现在留给祖大叔的 只有一条路啊 那就是突围啊 祖大叔决定从南门突围 因为这里的守将 是有勇无谋的蒙古尔泰 不过蒙古尔泰 也不是软柿子随便捏啊 那不好欺负啊 祖大叔是拼了命要往外冲 而蒙古尔泰呢 是拼了死命的 要堵住祖大叔 双方厮杀的非常的惨烈 军伤亡惨重啊 蒙古尔泰眼瞅着抵抗不住了 让人去向黄太极求援去 可是黄太极虽然答应了他 这援兵啊 却迟迟不到 蒙古尔泰自知又让弟弟给耍了 一抹泪水 带着自己所有的兵力就冲上去了 这才把祖大叔堵回城里去 这事啊 让蒙古尔泰很上火 他就找黄太极理论去了 说你这兵力太少了 我实在没法防啊 我换防我 黄太极这边一副爱搭不理的样子 蒙古尔泰一气之下 居然拔刀子了 说要砍黄太极 也幸好他弟弟在那 及时给他拦住 这才没出大事 后来呢 蒙古尔泰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越想越害怕 连夜找到黄太极低头认错啊 黄太极一方面是个卓越的政治家 另一方面在权力斗争中 也是相当阴险的一个人 如果没有他这些兄弟的支持 他是很难上台的 但是上台之后的最大的目的 就是除掉这些兄弟 所以每到打恶仗硬仗的时候 总是把自己的兄弟啊 派遣了最危险的岗位上 兄弟战死了 可以嘉奖他为国奸区嘛 如果战士失利的拿回来 正好借故 把兄弟整死 他这后怕是有道理的 因为战事结束之后啊 黄太极就把满棍他给关牢房去了 不久呢 满棍他就莫名其妙的死了 突围失败了 祖大寿围困孤城啊 黄太极呢 总是和颜悦色的对祖大寿说 大寿啊 都什么时候啦 怎么还不看看一点呢 早点下楼 咱哥俩搁一块儿 整点小酒 这黄太极是绞尽脑汁要招想祖大寿啊 但是祖大寿就是不搭理他 那黄太极是一个很有耐心的猎人啊 丝毫没有动怒 反而呢 很欣赏祖大寿这种硬骨头 祖大寿啊 其实挺难的啊 他难在哪的阳市 快吃光了 不是快吃光 早就吃光了 刚开始几十天 大伙把几千匹马宰了吃了 马吃完之后那怎么办 吃人呗 看着这些祖大寿快崩溃了 没办法啊 那能有什么办法 只能投降啊 想活下去 是不是 你这么下去 就算不战死 大伙基本上也把自己人吃得差不多了 祖大寿一说投降 大家仿佛从地狱里看了 一丝来自天堂的曙光 纷纷赞同 都扛不住了 大伙都同意投降啊 唯独只有一个人反对 这个人就是副将何可刚 何可刚说了 说恶死是小 失节是大 祖大寿英明的认为 绝对不能因为这个不同的声音 毁坏了全局的计划 你不投降 行 那我就杀了你 何可刚于是就被祖大寿 斩首示众了 祖大寿投降之后 黄太极对他友好的跟什么似的 甚至不让祖大寿跪拜 见面之后还互相拥抱 跟亲哥俩上 黄太极对他比对亲哥们还好 宴席上还让祖大寿 祖大寿跟自己 吊着板上坐在一起 黄太极投之一逃 希望祖大寿抱之一礼 那祖大寿人在屋檐下 是没法不敌头啊 祖大寿信誓旦旦的表示 说虽然呢 我们是被逼着投降的 围困了撒月 率众出降 清心归害 是吧 这个但是归顺之后呢 是绝对不会有二心的 如果我们违背良心和道义 苍天在上 让我不得好死 一勒抱劈死得了 当然如果大喊你而欺骗我 估计老天爷对你也差不多 应该说在政治上啊 除了对自己的兄弟们 心狠手辣之外 黄太极还是非常仁慈的 当即表示说 这肯定不会 我黄太极出来混 我最讲的就是诚信 诚信完了之后呢 黄太极就问了 大寿啊 现在咱们都是一家人了 你给我要说说看 怎么把这个锦州 给我弄下来 那祖大寿当然不能回答说 呀这是我说不上来 而是说啊 这件事啊 你不能着急 得从长计议 什么叫从长计议呢 就是你让我好酒好菜 吃饱吃爽 一顿丰盛的宴席之后呢 祖大寿终于啊 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这个计划是什么呢 我告诉你啊 你啊 你把我放回锦州去 我回锦州之后 我给你来个里应外合 咱俩一块把锦州拿起来 黄太极说好啊 哎呀这个主意太好了 心里却在想 万一你肉包子打狗 有去无回怎么办呢 不过 如果我要不让他去锦州的话 那又代表着我不信任他 对吧 大伙都觉得 如果就这样放祖大寿回去 万一他要不回来 那损失太大了 黄太极考虑了一会儿 想了想说这么着 啊 现在呢 把祖大寿留在这啊 那也是浪费酒肉 是吧 你看这个食料 啊 这一天好家伙一头牛 是吧 不如就让他回锦州 即使他反叛不归来 那不也就是一个人吗 他这些士兵都已经投降了呀 我们即使不放回祖大寿 明朝也会派其他人来镇守 如果是个钉子户 那就麻烦了 哎 这祖大寿好歹跟咱们有点交情啊 即便说他反叛了 我们只要善待他的子职和士兵 相信以后的机会还很多呀 那应该说黄太极对风险的考虑 是非常正确的 祖大寿留在后金 暂时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放归之后呢 有可能献出城 即使没有献出城 反正他的家人都在自己手上 以后还有机会 换句话来说呢 放他回去啊 比留在后金的利用价值更大 一个领导的水平呢 就体现在这了 能不能看得更远 能不能为自己的集团 谋取更大的利益 黄太极是善于放长线 能不能钓到大鱼 那就看天命了 11月2号 祖大寿进了城 黄太极听到炮声 知道这是祖大寿发出的信号 黄太极就等着祖大寿 第二次发出炮响 这就意味着祖大寿 已经动了手了 埋伏在锦州城附近的 后金军队就可以出动了 可是第二天 黄太极没有听到炮声 第三天 还是没有 就在黄太极 对这个人感到失望的时候 忽然收到了祖大寿的密信 祖大寿解释 说我呀 进城进的太仓促了 我身边我能用得上的 这个人数太少 一时之间呢 我没法动手 希望你呢 你淡定啊 别着急 我反正总会逮住机会动手 黄太极心想对下祖大寿说的有道理 那不如就多等几天吧 这一等又是好多天过去了 黄太极感到极度的怀疑 这怎么回事啊 就在这个时候 他又收到了祖大寿的一封信 祖大寿首先说 对不起 我让你久等了 这个锦州这个城防啊 太严密了啊 一时半会儿呢 我没法动手 这么着啊 我是那个太极先生啊 你耐心等等吧 估计啊 明年我就能动手了 你到这就很明显了 这祖大寿在忽悠黄太极呢 他所以对黄太极这么客气讲理 一方面是忽悠 另一方面也是担心黄太极 为难自己的亲属和士兵啊 黄太极这人确实非常特别 别人这么忽悠 他居然任由别人忽悠 换做是秦皇汉武这样的人 早把祖大寿家人都剁了 更不用说像朱元璋这样的皇帝了 现在我们大概明白 祖大寿杀害何可刚的苦衷了 杀何可刚可以取信于黄太极 找准机会走人 虽然他们抗争的方式不一样 但是最终的目的是一样的 一个是玉石俱分的刚烈 一个是曲线救过的手腕 就像祖大寿解释的 自己人手不够没法下手 许多人由此推断祖大寿是真偷将 这种看法呢 其实不太靠谱 因为不久啊 祖大寿就当上了 锦州城的老大 换句话来说 只要他一声命令 就可以立刻打开锦州城 放清军进来 在此之前呢 锦州城的首将是邱和家 邱和家做事非常认真细心 虽然祖大寿对他没说真话 但他已经派人多放查证 得知祖大寿投降仪式 邱和家将这件事报告给了崇祯 崇祯看了之后没有任何反应 确切的说呢 也有一些反应 他让祖大寿取代邱和家的地位 镇守锦州 崇祯杀了袁冲焕之后啊 祖大寿已经有不听话的行为了 投降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那为什么崇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就放着祖大寿还当锦州的老大呢 这就说到人才的重要性了 不光黄太极知道人才宝贵 那崇祯也知道人才宝贵啊 有人就说了 那崇祯知道人才的重要性 那为什么还要杀掉袁冲焕呢 可能这跟做人有关系 崇祯刚开始的时候 并没有想杀掉袁冲焕 祖大寿和袁冲焕的区别在于 袁冲焕个性鲜明 而祖大寿呢 则非常的低调 大灵河之战呢 孙承宗是非常的倒霉 最坚定的主张修墙的是他 现在墙没修好 敌人冲过来了 把墙砸了稀巴烂 还把整个修墙的队伍都给没收了 一时间朝野上下的 托姆星子全都飞向了孙承宗 孙承宗实在是受不了 辞职走人了 十年之后 黄太极再次攻打锦州 将锦州围困了一年 祖大寿才投降 这次可是真投降了 不过投降之后的祖大寿是碌碌无为 始终没有为清军效果力 黄太极其实也不是特别需要祖大寿效力的 他需要的是榜样的力量 祖大寿就像是 他的政治产品的宣传演员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